今天是2018年行政机关第一个上半日,行政院长赖清德下午在脸书贴文表示,新的一年开始,行政院将一柄服务人民的初衷,持续推动各项政务。 赖清德特别提到,从今年起,为了建构台湾友善农业环境,鼓励青农回乡,让更多人配合相关农业政策,从事实际工作,农委会将现行的任人也任地农保审查方式,逐步调整为人的脱钩模式。 他说,未来任地部分只要农地农用便给予一笔绿色队的给付,另外任人部分只要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便可以加入农民健康保险。 赖清德表示,这样的调整符合新农民新农业的政策方向,目前的方案涵盖的是用对象约有三万农民,期待农委会确实执行并广为宣传,让更多实际务农的农民可以获得农民健康保险的保障。 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为了建构台湾友善农业环境,鼓励青农回乡,农委会将现行的任人也任地农保审查方式,逐步调整为人的脱钩模式,图取自赖清德脸书分享。 行政院长赖清德说,未来任地部分只要农地农用便给予一笔绿色对的给付任人部分只要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便可以加入农民健康保险图取自赖清德脸书分享。